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我们就请到了我们的大咖特斯拉中国区总裁朱晓彤先生 我们叫Tom 我们工厂官叫老朱 老朱 亲切的称呼 称呼为Tom总 其实我想问一下您平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就是跟他们一样吗 就是我因为6点多就看到有很多的员工已经到了现场了 对 其实我们每天的工作基本上也是从早晨六七点钟开始的 主要是因为有时差的原因 我们很多要跟北美团队一起来协同的工作都是从很早开始的 所以我的时间也基本上是从六点七点左右的跟北美的会议开启一天 然后到工厂来 还有一些时间花在产线上 然后会到不同的车间 尤其是可能近期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或者说挑战的一些车间 我会多一些关注我穿着我的马甲 然后就悄悄溜进去看看是什么状态 刚刚在工卫看到你的时候穿着那个黄色的马甲 然后戴着那个头盔就出现了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日常的工作状态 那么我们的公司就是凡事就很多时候都是亲里亲为 所以这个大家说到的那些在全国各地不同的这个市场城市发生的一些关于特斯拉的 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这些信息呢 其实我都是第一时间掌握的 跟伊朗马斯克的那个沟通的品质多吗 非常高 然后我想这不是说跟我的工作交流 他实际上更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沟通的管道和桥梁来了解我们在中国的业务的发展 所以非常频繁 当然在中国不仅仅我一个人可以跟这个马斯克交流 实际上我们的员工 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员工 你们大家在这个工厂里面随机抓到任何一个员工 你问他你知道怎么跟伊朗联系 他们都知道的 因为他会发全员的邮件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回复到邮件 知道他的个人的这个邮箱 可以直接回复 直接联系到他没有问题 我们大概一周几次的这种节奏 一周有这个种这个例会 比如他亲自参与的这个例会 我在这个公司 这个其实最让我兴奋的一点 就是可以跟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起工作 他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我们的同事们也都非常的优秀 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你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 这个水涨船高 你觉得自己也每天都在提升 这个感觉非常好 所以这个每一次跟他的交流 包括跟我们一些 这个我们的CTO CFO的这些交流的过程当中 尽管我们是一个100%纯赖资的一个车企 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这个管理团队 自上而下 全部都是由我们本地团队组成的 嗯 好 那其实我们大家还挺八卦的 就是说最近一次跟马斯克聊的话 有什么信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就聊了啥 太特别的敏感 想一下 实际上对这个因为尤其是讲到了很多那个就是关于我们在中国这个发展的这个长远的一些他的一些想法很超前 我只能这么说啊 就是很超前 这个我觉得他真的是跟中国很有缘分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从骨子里面是很快很快的就可以理解这种东方文化 真的是 我觉得他真的是我至少我认识的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啊 最近的一次建议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关于这个产品上面的 我们当然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半公开的啊 就是我们曾经说过有点中国原创的设计工程研发和生产制造出来一款车代表中国的这个美学的这个元素 然后同时最后这个代表中国的工程力量的水平 然后最后这个销售到全世界去 然后他对这其中呢 这个提供了很多的非常好的一些观点的嘛 立马我们就回来跟着落实 对吧 我们大张旗鼓的现在到处招人啊 大家你们大家如果有这个好的汽车设计 欢迎头建立 非常欢迎这个大家 我们现在求先若可 求先若可 这个这是在中国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遇 那么你现在在街上看到一款车 你一款哦这是一款美国车 这是肌肉车美国车 然后一看就经济适用型 这是这个日本车的这个造型或者是一些元素 然后但是你说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一辆车 这一看就是一款中国车 现在暂时还没有 那么我们期待 这个现在希望尽我们所能 至少在特斯拉这个平台上能够做出这么一辆车来了 其实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我也很震惊啊 因为我想的嘛 这位世界第一大车企的中国区总裁 那办公室没有200平也有120平 就来了一圈一看 我还说办公室在哪 说你的工位就在那 然后一个角落里面 而且是一个战利办公的 这个我就很奇怪 你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苦行僧文化 或者说 我觉得这是代表一种这个创立公司的文化 就是不浪费资源和花时间在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上面 然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最应该投入的事情上面 这也是这个公司从2003年成立到现在一直以来的一种精神 我们这儿这个没有庞大的这种行政机构啊 对这个好像是管理层有一些什么服务 在这儿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管理人员哥哥 我说啊你们千万不能让人千万不要做这种生活不能自理啊 都自个儿该听票听票 该打饭打饭该干嘛干嘛 大家都很习惯也非常的这个喜欢这样 因为这才是一个真正平等的一个表现嘛 我们整个这个工厂里面 这个将来这个马上也进万人 然后将来会比这个数字更多这么多人数 我们的行政团队只有四到五个正式员工 其他都是实习生 都是些那个很有热情 然后头脑的这个清晰很聪明的实习生 这个姑娘小伙子 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你们对于管理层对于衣食住行的要求是最低标准 我也听到一个传闻啊 我现在给你求求证一下 就听说你是住在这附近的公租房里头 这个大家千万别误啊 公租房其实条件很好 这个离我们这个工厂非常的便利 开车这个十几分钟就可以到 这个是最主要的省区在路上的这个时间 然后同时呢在那儿就是大家都住在一块儿 我们的同事们建设工厂的同事们和现在这个生产队段的同事们都在一块儿 每天呼呼唤友的大伙这个一起这个拼个车啊什么的 这个环境气氛也非常的好 你帮我拿个快递 我帮你取个东西 这个很有烟火气的一种这个 我觉得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很好 而且它确实成本很低啊 在这里这个灵感的公租房 现在我们正在筹措更多的房源 然后能够就帮助我们吸纳更多的这个新入职员工 能八卦一下吧 您的这个房租是多少钱 如果不算这个家具的话 其实我租了家具啊 因为我是从这个北京过来 这个全部算下来不到2000块钱 一个月粮食一厅 所以其实我很好奇啊 就是您刚刚反复提到说 现在特斯拉是一个创业公司 但其实特斯拉现在也是全球市值第一大的汽车公司 那一个全球第一大市值的汽车公司 它还是一家创业公司吧 市值和一个公司赖以生存的盈利和现金流 是两个概念 对吧 虽然现在这个估值是最高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拥有 世界上最多的这个资本 这是两个概念 我想先那个澄清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说创业公司的状态 跟这个公司估值高低与否 和它的这个盈利水平与否 是没有关联的 它是代表一种精神和文化 那么 其实 在 在特斯拉 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这种 就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啊 背后无一不跟我们的 现在这种创业公司文化是相连接的 一个创业公司是怎么样 它就是追求创新 追求颠覆 这个不拘一格 从来不这个科舟求见 一直追求一种极致的 这个全新的一个方式 来改变现有的这个状态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从来都是双手要沾泥 不管你在这个公司哪一个层级 全都要这个 深入到一线去 然后动手 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然后 然后同时 这个消灭官僚主义 让平等透明的沟通 帮助自己来创造生产力 你说今天你固执最高了 请你把它放弃 绝对不会放弃的 之前我跟 宋刚总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分享了一个细节 说有一次台风天 你们其实是 你自己带头 跳到那个水里面去进行排水 这个故事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吧 当时是我们这个工厂 刚刚建设完成以后 遇到的第一个台风季 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厂房 这个污面上有些积水 因为这个 当时这个排水的系统 刚刚开始运行 它效率不是最大 所以 当时这个污面积水 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程度 就是可能 会把这个部分的这个污面 会有这个垮塌的一个危险 所以 我们上去了以后 除了组织 赶紧这个排水的机具 要上 赶紧上到污面去 加这个提升效率 那没别的 我们不能干看着 然后大家就已经拿了一个塑料桶 开始 从这个污面上往下 这个 这个 摇水 然后这个 二三十个兄弟吧 然后 这个真的是 当时还天上还下着雨 那么 是这个群体 最后在非常关键的时刻 保住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成果 这个 我想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啊 我们一起当时参与员工 有我这样的老兵 几年的这个老兵 也有刚刚才加入这个公司 这个工厂可能才几周的这个新员工 但是在那一刻 大伙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劳动的成果 这个实际上真的是都不遗余力 贫了命了 那这一年的时间中最困难的是哪个阶段 哪个月呢 严格的来说呢 建设都没有用了一年 我们是连建设在产线的安装调试到出车 用了也没到一年 12月30号就出车了 对对对 我们是这个1月7号这个动工仪式 那么 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个过程 中间啊 高风险的时候呢 出现过几次 这个 有的呢 是发生在 这个初期 建厂的初期 因为那一年啊 19年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上海145年历史上 这个连续降雨最多的一次 而且是这个 这个大雨和暴雨 连续降雨最多的一次 那么我们的这些兄弟们啊 最深的地方这个淤泥啊 50公分 踩在那样的淤泥里面打桩子 把这个工厂的这个坚实的基础 你创纪录的时间把它打下去 那个确实是风险很大 从来没有大家用这么快的速度 调说一条产线 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最快应该是12个月左右 我们这个要求这个实际上就是8到10个月就必须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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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